欢迎来到天一时光美食 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这道菜叫干菜肉 这是我家婆婆每年过年一定要做的一道菜 它的味道非常的香 真正是家的味道 虽然它制作起来有一些费时间 但是正因为它是经过长时间的酝酿 这道菜显得特别的不同方向 它的香真正是让你没法忘记的 首先我需要这种浙江产的梅干菜 大概200克左右 放到水里浸泡两个小时 泡开 然后清洗干净 尽量多洗几遍 因为有可能会有一些小沙子 再把它挤干水分 放在一边备用 同时我还需要另外一种干菜 就是这种广东产的白菜干 也是200克 泡在水里两个小时 就是把它泡开为止 然后再把菜头的部分剪掉 因为通常这个部分是比较坚硬的 同样的要把它清洗干净 要多洗几遍 拌干以后再把它切碎 这两种干菜的图片 你可以上我的网站去查看 我也会把这个网站的链接 放在视频底下的说明框里 接下来我们把这两种干菜混在一起 最好放在柔空的容器里面 或者直接放在蒸笼里面 我们上锅以后 水烧开之后蒸15分钟 那如果你实在没有这种柔空的容器的话 用普通的网可能蒸的时间稍微再长一些 蒸好以后呢 放在一边备用 下面就是准备这个五花肉 我这里用了1800克左右 可能量会稍微多一些 接着把它切成方块 尽量切大块一些 然后放到冷水的锅里 把水烧开以后再煮两分钟 之后捞出来 把它的这个浮沫给洗干净 准备一个比较大的煎锅 然后在里面放少量的油 如果你这里用的是不粘锅的话 甚至油都可以不用放 然后把刚才的五花肉块放进去煎 要煎到四面都金黄 要用中火来煎 要有一点耐心慢慢的煎 不用着急 之后呢 再把盐和高度白酒放进去 这里的盐的量呢 看起来是比较多的 但是它需要这么多 不用担心 然后白酒呢 最好用高度的白酒 实在没有的话呢 你用米酒也可以 它主要的作用就是去腥和蒸香 然后再煎五分钟左右 主要是要让它入味一下 之后呢 把这些五花肉都取出来 把锅底的这些油留下来 把刚才蒸过的这个干菜呢 放进去翻炒 我加进去了三茶匙的白糖 然后继续翻炒 要把这个菜呢炒透 一直炒到这个菜的颜色 开始越来越暗 这里至少需要25到30分钟 当我们把干菜都炒透了以后呢 就把刚才煎过的五花肉放进去 把它混在一起 尽量呢 让它们味道呢 充分的混和均匀 记得这时候要用小火来炒 否则的话很容易把菜给炒糊了 炒的方法就是把干菜覆盖在五花肉上面 然后呢 每三分钟来放炒一次 只要你开小火一般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这里的时间大概需要半小时到40分钟 都炒好了以后呢 准备一个足够大的碗 然后把干菜和五花肉呢 一层干菜一层五花肉的这样子 马放在里面 好了以后呢 先要把这个肉放凉 然后用盖子盖上密封好 放到冰箱中冷铛3天 如果没有正好合适的喜码 盖子可以用保鲜膜来覆盖 生天后把五花肉取出来 放到锅里煎 要用小火慢慢的煎 一定要煎透 最后五花肉表面有透明的状态 至少需要半个小时以上 一定要有耐心用小火慢慢的煎 五花肉煎透了以后 用同样的锅 把干菜放进去 再用小火慢慢的翻炒 要在小火慢慢的翻炒 渐渐的入味 越炒越香 至少需要半个小时 炒到颜色比原来更暗 重复每三天翻炒一次 一周就可以吃了 但是重复时间越长 味道越香 这里是我一周之后的五花肉状态 切开来看 还有一些白色在中间 这是15天之后的五花肉状态 已经非常漂亮了 包括干菜颜色也非常深 最后上桌 我们就可以把肉和菜炒一遍 之后切片像这样子麻上去 这个看起来是不是非常的诱人呢 那好 谢谢你的观看 更多的互动 请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 天约时光美食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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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